放松啊 来 深呼吸 把气息探下去 声音小小的就可以 看我的头都在动 为什么 因为我在放松 加油 同学们 自然呼吸就好了 自然呼吸同志们 在这儿呢 老师来讲一句 可能有的同学 就是以为我们怎么练习气息 练习的时候 可能要是最大的一个幅度 把你的腰腹部把它撑起来 但是唱歌的时候 不一定 你把它每一句都撑得满满的 这个真的没办法唱 没办法唱 所以一定还是要自然一些 自然一些 好吗 吸气的时候 不要撑得太满了 下心 很轻松的 对 对 不要压迫你的嗓子 不要出很大的声音 都不用 千万不要出很大的声音 是的 对 放松的状态 放松的状态 第二个练习 来 对吸气 阳关打开一点 放松 加油 在这儿呢 简老师提醒大家 如果以前 就是练习的时候 大家喜欢这样 把下巴低下来 低得很低 比如说 这样练的同学 一定要稍微改一下 好不好 一定要稍微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脖子放松 你看下巴放松 稍微抬一抬 但是不是抬这么多 倒不是 就是你平视前方 然后稍微的 把这个下巴抬一点点 就可以了 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 就可以了 再来 没问题 继续 好的 跟上我 跟上 好的 继续 还可以吗 那么同学们 你们听到老师的声音 虽然我们现在唱的 已经比较高了 已经到了高顺区了 但是同学们听老师唱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紧 或者很赶 气息抬得很高 这种有没有 如果你觉得老师 还是打得 打多 打得非常自然和轻松的话 你可以打个一 给我看一下 你可以打个一 给我看一下 来 就是刚才我们到高音区的时候 高音区的时候 对 对 老师 可是同学们可能唱到高音会怎么样 会嗓子加劲 对不对 可能会 使劲 去加个劲 对不对 要帮帮忙 是不是 那么到了高音的时候 嗓子是不能帮忙的 如果你帮到 帮忙的话 就是帮到忙了 对对对 所以同学们 在高音试的时候 只要把通道打开 给气就可以了 给气就可以 所以千万不要去挤压嗓子 好 来 跟着我一起 走 再往上 同学们感觉到了吗 越到高音 你越要放松 越到高音越放松 不要去紧张 因为一紧张 你的嗓子就会加劲 声带就会很重 负担就会很重 一定要放松了 好 下心 其实给均匀一些 给的均匀一些 同学们 你看我们 Do Right Me Right Do 有五个音 对不对 你要非常的均匀 不要有时候一口气 有同学还真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声音 一送出来很多 然后一收进去 一送出来的 这种感觉 是不是 就是给人感觉 是不均匀的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改一下 我们的打都的时候 一定要气息非常的均匀 才可以的 好 继续 是不是松松的呀 是不是松松的声音 同学们 对 一定要松松的 我看到有同学讲 老师我到高音我就打不了了 中低音还可以 高音就打不了了 这就特别说明什么问题 特别说明了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就中招了 你可能刚好就中招了 中什么招呢 就是说到了高音的时候 你的嗓子去帮忙了 嗓子帮忙了以后 你的气息享用 它都用不上多少的 享用都用不上 所以嗓子一定要松开 然后唱高音的时候 大家听仔细听 我再往上走 这边你们听 不要跟 再听一次好不好 然后我就要开始问问题了 好 好 我这样挤呀 我这样挤呀根本就出不来 声音根本就出不来 所以你一定要试一试 为什么我这个问题 我今天专门讲一下 因为我相信可能不是 某一位同学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中低音打得还可以 还比较自然 一到高音就挤嗓子 对不对 一到高音就挤嗓子 所以说你一定不要挤嗓子 所以要慢慢的练 暂时上不去的同学 也不要着急 对 不要着急 没有挤 没有挤的时候 那你要给什么呀 给气呀 对不对 没有挤嗓子情况下 然后你的声音还上不去的话 两个方面 第一你要给气息 你不给气息 我说我一直在讲 气息呢就是什么 就是唱歌的发动机 就像我们开车一样 首先你要打火 你要发动 对不对 如果你不发动的话 是不是 那高音拿什么去推呀 我又不让你用嗓子 我又不让你去挤压声带 那你怎么唱高音呢 是不是交给气息了呢 同学们 所以说真的 你要交给气息 第二点是什么 是通道 你要保持这么宽 有的嗓子 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没有挤嗓子 但是你不知不觉 你的通道已经挤 缩了一半了 你信不信 真的会缩了一半 然后你就显得怎么样 根本就出不来声音 音越高 你就越缩 这个可能是一个 你下意识的反应 你觉得老师我没有 我知道不能挤嗓子 你说了不能挤 我就不挤 但是你自己挤没挤 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不着急 慢慢的练 慢慢的练 啊 就不挤嗓子 就不挤嗓子 就不挤嗓子